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我的频道大部分都是适合 B1 B2的英文学习者 甚至是程度更好的人 我就比较少照顾到A1 A2的同学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来分享一下 零基础要如何练英文口说 那如果你现在在这里 就是你只会一些基础的英文 然后你要走到这里 就是能够开口说一些日常生活用语 其实这中间的路途好像很漫长 然后你会不知道下来不要怎么样走 比如说要背多少单字 有没有学文法 发音到底重不重要 这些问题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帮你拟定了一条 从只会ABC 能够慢慢进步到能够进行生活对话的 零基础英文口说地图 那如果你的程度超过A2 还是可以看这支影片 但是我也推荐你可以领取我的英文口说 还有听力免费课程 那如果你想要更进阶的 考取金色的多译证书的话 建议你要下载刷刷库哦 Android跟iOS 终于双平台都推出啦 所以如果你是安卓用户的话 终于可以用刷刷库来刷考题 做模拟考 然后系统还会帮你分析你的落点预估 还有强弱项哦 那考多亿必备的up就是刷刷库啦 好那我们就回到 零基础英文口说地图 来一一闯关吧 好第一关不意外的就是背单字 首先就是要背哪一些单字 我觉得最高评的2000字 一定要先学起来 那我在资讯栏放几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参考的单字表哦 那要注意是最高评的2000字哦 因为根据研究 掌握大约1000到2000个最常用的单字 就可以理解生活中的对话 大约75%到80的内容啦 是不是真的CP值很高呢 我觉得2000单听起来很多 但其实我觉得1000单字就已经可以走生活中非常多事情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超级初学者的话呢 请先把目标放在1000个单字上面哦 再来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背这些单字啦 要用单字卡吗 要写笔记吗 还是要用背单字app呢 年初的时候我分享了2024年更新版的背单字方法影片 请大家会去复习这支影片 并不是选一个好的单字表 或者是用一个最强的方法 或是下载某个app 关键呢其实在于重复 也就是无论你用单字表用app 用影片用谐音法用图像记忆 各种方法都可以 你不需要觉得我一定要很系统化的只选一个方法来背 或者是只选一个单字表来背 其实用不同的方式看到 不同的地方看到 不停的重复接触啊 这才是学得最快也记得最久的方式哦 下一个问题就会是 到底要背熟到什么程度呢 要会拼字吗 要会念吗 要会造句吗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开口说的话 我觉得单字基本上听得懂还有会念 两点是最重要的 那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我要再三强调哦 就是虽然这支影片 我说这是一个口述的地图 然后每个地方就叫做关卡 看起来好像是要一步步解锁 多多少少是啦 毕竟就是如果你不会单字 你是要怎么组成句子 那如果你没有句子 你要怎么学文法 或是你没有听过发音 是要怎么样自己念 学习有一些基本的顺序性可言 但是这些关卡都是全部可以同时进行的 所以绝对不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觉得 我一定要背了一千个单字两千个单字 我才可以去开口讲话 或是我一定要学多少文法 我才可以开始看书或是听文章 没有没有 这些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而且我觉得互相加成啊 就是你开始开影片读文章 就可以帮助你背单字 帮助你学文法 所以并不是线性的学习哦 常常都是好像你在灌溉一个花园 或是种田啊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要稍微灌溉一下 才会整个田都长得很好嘛 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关语 就是惯用语 那哪些惯用语最重要呢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啊 我会建议先学以下几种类型的惯用语 第一呢就是日常问候类 比如说 How's your day going? Have a good day 或是Nice to meet you 再来就是沟通的辅助语 比如说 Could you speak more slowly? Could you repeat that please? How do you s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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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nglish? 再来是询问的惯用语 比如说 Where is blah blah blah? How much does this cost? 或者是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blah blah blah? 再来是表达感谢还有道歉的惯用语 比如说 I really appreciate i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m sorry, my bad No worries 还有结束对话的惯用语 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 Take care See you later 以上呢都是使用到不行的惯用语 无论你是什么英文程度 几乎天天都可以用得上 你可以建立一个笔记本 或是手机的备忘录 来记录一些新学到的惯用语哦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也要尽量模仿说话者的语教还有节奏 不是只有抄笔记哦 那要注意的是学惯用语的时候 不要太纠结于字面的意义 因为很多生活中的用语 跟字面的意义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句子呢 通通都可以当作一个公式化的句子 一次记下来就可以了 说出来的时候可以更有信心 而且呢你能够更容易听懂别人说的话哦 那今天突然想要做一支给初学者的影片 是因为我今年深深的体会到 作为语言初学者的痛苦 那我上个月呢 分享了我放弃学意大利语的 算是失败经验啦 意外的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同理还有鼓励 我本来抱持的心态就是说 嗯 只要我讲我失败 我就可以从此摆烂 我就再也不做意大利语相关的内容 然后我就有种我就烂的心情知道吗 没想到就是因为大家很同理我 然后很支持的留言 我居然好像第一次有一点点那种 内在动机也就觉得 欸搞不好我要学也是可以欸 搞不好我没有那么烂欸 可能可以哦 那如果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就知道我一直都在推荐 线上家交平台Lingoda 那Lingoda本来是提供英文 商用英文 西文法文还有德文的课程 结果就在今年 真的是今年哦 就推出了意大利语课程 根本就是不给我一个放弃的理由啊 我终于 终于鼓起勇气 报名了第一堂 Lingoda的意大利语课程 给你们看看我上课的 心路历程 还有实际体验吧 还有20分钟我要上 我的第一堂 Lingoda意大利语的课程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碰意大利语了 所以我现在很紧张 预约的过程都还蛮简单的 你就用你自己的程度跟想要上的主题 然后就可以过滤出 有的课程时段 像我一样紧张的话呢 上课前是可以先预习的 我很好跟不上 好 加油 Lily 你在哪里 我从台北 你从哪里 加拿大 我从哪里来到加拿大 好的 我从哪里来到加拿大 我从哪里来到加拿大 Lily 你可以试试吗 Michelle 你在哪里来到加拿大 我从哪里来到加拿大 Andrea 你从哪里来到加拿大 我从哪里来到加拿大 哇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小班制的话呢 我比较没有压力 老师可以慢慢引导我 不会有很多同学在等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同学 跟我程度都差不多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他也是第一堂意大利文课 之前我有在其他平台上过 意大利语的一对一夹角 然后老师都是当天会丢一张图片给我 然后就要我描述这个图啊 那作为一个超级初学者来说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就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我今天早上上课前 只是花了20分钟 先复习一下单字文法 我觉得整个上课过程当中 我就有信心非常多 所以这个有课程有架构 对于初学者来说 真的非常有帮助 那如果你想要学英文 或者是第二外语 都可以试试看Lingoda的课程哦 Lingoda目前有Sprint Flex还有Teams 三种课程 想要了解详情的人 都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得到25美金的回馈哦 那如果你报名的是Lingoda Flex课程 还有机会获得 最多20堂的免费课程哦 好 那我们就回到 口说地图的下一个关卡吧 第三关就到了 基础的文法啦 文法一样对初学者来说 感觉是一个大魔王 尤其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呢 被了很多文法的公式 搞到快要发疯了 但是跟单字一样 其实是有个80 20法则的哦 好 那问题就来了 最基础最重要的20% 要先掌握的文法 到底是哪些呢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三个事态哦 现在进行式 过去简单式 还有未来简单式 现在进行式 表达正在进行的动作 结构呢是主词加上 am is are 也就是B动词的变形啦 然后最后呢再加上 动词ing的形式 比如说 I am studying English now they are playing basketball 那透过现在进行式呢 可以学到B动词的变化哦 那过去简单式呢 用途是表达过去发生的动作 或者是状态 结构呢 长的是主词加上动词的过去式 比如说啊 she watched a movie last night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那透过学习过去简单式 我们就知道 动词呢 分成规则还有不规则 那最后一个重要的时态呢 是未来简单式 用来表达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结构呢 会是主词加上will 加上动词原型 比如说 I will call you tomorrow she will finish the project next week 那除了will之外呢 我们也常常用be going to 来表达未来 比如说啊 I am going to study abroad next year they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in June 那跟单字一样 不用觉得说 我一定要精通到某个程度 我才可以开始听 才可以开始说 所有的能力都是同时并行的 文法也不例外哦 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三个时态 每天都造一些句子 描述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你可以用 现在进行事 来讲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用过去简单式 可以讲一下昨天做了什么事 上周旅行去了哪里 未来简单式呢 就是用来讲 明天的计划 下个月的安排等等 有没有发现 光是三个最基础的文法 你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可以表达 很丰富的内容了 而且现在有没有写对 马上都可以用AI得到回馈啊 学习的过程中就很有安全感 你想像如果自己每天都可以 用这几个时态写几句话 马上得到修正然后改进 真的很快就可以 掌握最基本的文法了 文法真的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哦 快点忘掉以前 对那个文法说的恐惧吧 下一关呢 叫做 朗读 好朗读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听起来超级无聊 很像是以前 老师叫你站起来念课文 但其实这一关不是只有大声的念出来 这么简单而已哦 朗读其实结合了 基础的听力还有发音的练习 那听力跟发音这两个能力 很像是 同版的两面啦 就是你听得越多发音就越容易进步 你发音越标准呢 听力也会更能提升 这有点像是双胞胎 这样说吗 就是一体两面啦 那我来直接示范一下 要怎么样来练习朗读好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适合的素材 我们今天呢需要有音档还有文字 就两个缺一不可的哦 那程度的话呢 如果你是初学者 一样就是找A1 A2之间的程度 那选好素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朗读的三个步骤啦 步骤一呢就是要聆听跟阅读 好假设我们现在有这一段文字 我们要先听音档 同时呢阅读文字 那在听的过程中呢 要确定自己理解文字的意义 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单字 一定要查字典 如果有不确定的发音 一定要反复听 好到第二步呢 就是要逐句跟读 接下来我们要逐句进行跟读练习哦 每一句话呢都要先听音档 在脑子里面想一下 嗯刚刚听到了什么 然后跟着读出来 那这个过程呢 要真的模仿原音的语气 语调还有发音 不要怕就是念起来怪怪的 因为这个阶段呢 就是要模仿 你可以反复的听同一句话 知道你觉得发音语调已经跟音档 越来越接近了 那每一句话都理解又念熟之后 就可以一次全部念出来啦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应该已经熟到一个程度了啦 就可以试着不要看文字 用自己的记忆来念出来 朗读在生活中呢 好像是一个用不到的技能 就是谁学一个语言 会拿一篇文字很大声的念出来 但其实你会发现朗读 真的是很好的练习 你可以练到听力发音之外 还可以学到文法跟单字 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的 所有学习的步骤都综合起来了 那大家也可以搜寻看看 回音法啊 影子跟读啊 会有更多人提供不一样的执行方式 但是我觉得观念大同小异啦 朗读跟读等等都是非常棒的初学者 练习口说的方式哦 第五关也就是最后一关 魔王的关卡 就是实际的对话练习啦 感觉很开放的天南地北的一个 实际口说的练习呢 限缩到一个情境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情境出发 就想我们需要什么单字 需要什么样的句型 那这样就可以让初学者会 感觉比较有安全感跟方向性 那到底有哪一些情境呢 比如说问路的情境好了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单字呢 都跟方向有关嘛 比如说 还有问路常用的一些地标的名字 那单字讲完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句型可以用啊 比如说 那如果真的可以去实际问路 或者是实际去点餐啊 买东西啊 当然是最好 但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角色扮演的练习 那随着练习的次数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 越来越自在 因为同样的字会一直重复 同样的句子也会一直重复 那关键无论是背单字文法啊 任何语言学习的面向 重复都很重要啦 那重复越多次 在同样的情境里面 你越有掌握 对话呢 就会越来越流畅啦 那另外一个 练习实际对话的方式 就是自我表达 其实上一个讲意大利语的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就有提到说 其实我对于用意大利文表达自己 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换句话说就是 自我表达真的是语言学习的一个 很大的动机跟原因 相信我只要有基础的1000到2000字 搭配刚刚提到的基础的三个文法 A2的程度就可以很详细地表达出很多主题了 那我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主题 那你们可以从这些方向去尝试表达自己 第一呢就是描述你的日常生活 你早上起床之后做什么 一天的生活都在做什么 周末喜欢做什么 再来呢是分享你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喜欢什么运动音乐 再来是介绍你的家庭 家里有什么人 他们的个性怎么样 与家人的关系如何呢 再来就是谈论你的未来计划 你有什么短期目标 长期的梦想呢 或者是也可以分享自身经验 分享一次旅游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等等 那如果你持续的尝试 用自己学到的英文 即便很有限 但还是努力的表达以上的主题 时间久了呢 你就可以慢慢组织 更长更复杂的句子 再加上现在还有AI的帮助 可以随时都得到文法句子翻译上面的建议 真的假如是有心 都可以透过持续练习 到最后用英文 或是用任何人在学的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一样回归那个80 20 8则 会最基础的20%的单字文法 发音 就可以做到80%的成效了 以上呢就是我帮大家制作的 零基础英文口说地图 跟我走完一次这条路之后 是不是觉得没有这么可怕了呢 希望你至少有得到一点点灵感 知道自己的下步要怎么走 希望今天程度A1 A2初学者的同学们 感觉有被照顾到 之后呢我也想要再多花一些时间照顾大家 所以如果你是英文的初学者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希望我提供什么样的教学哦 那如果我还没有做过的话呢 我之后都可以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All right I think that's about it for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 bye